坟窝子里头过夜 对于这些男人们来说都不是什么大事 可冷依然是个女孩子 人家是未出阁的大姑娘 总不能夜里和一群大老爷们 系在一个帐篷里头睡吧 抄子一共带了三顶 并排放置 中间那顶商量了一下就给冷依然了 大山和扎文兵住在左边 右边是抄子和卓雄 这里可没有那么多军火给他们挥霍 临走的时候 管那老农借了把土冲 一把沙喷子 这两样东西充其量也就是防防野兽 尤其是那沙喷子 就是一锯断了的土冲 那准度能有五米就算不错了 帐篷的外围是一层高约十五公分的线 线上系着铃铛 吃剩的东西都被抄子挖了深坑给埋了 食物的气味会引来不速之客 林子里到处都是树木 抄子和大山收拾了一堆干柴 搭起了高高的火堆 山区的夜里温度降得快 大家伙都围在火堆边聊天 野外的生活是单调而枯燥的 为了打发这种枯燥 抄子带了一支收音机 这是有经验的人必带的物品 这儿山石高 按说信号会不错 抄子按下开关 准备达到熟悉的频道 几番调试 收音机里头传来的都是 滋滋啦啦的干扰声 奇怪了 这幽灵隧道里头没信号是正常的 怎么附近的山上也没有啊 但凡是走过幽灵隧道的司机 都会知道 这个地方是收不到收音机信号的 从那头上坡到出了隧道 下坡大约全程两公里的路段 任凭你是再好的车子 也收不到半点信号 冷依然指着抄子那台进口的松下收音机 笑道 坏的吧 新的 日本货 质量好着呢 抄子晃了晃手中的东西 那只能说明 这附近有一个很强的磁场 刚好闲来也是无事 扎文兵听他这么说 就打开了自己的锣盘 锣盘上的指针迅速锁定了南北 并无半点偏差 不是磁场 要不然我这个也会失灵的 没了娱乐 这群好动的人呢 又闲不住了 抄子提议 拿着土冲去打山鸡 的确 就在他们搭帐篷的那会儿 已经听到了有好几批山鸡飞过的声音 而且就在附近 得到扎文兵的默许之后 抄子带着两脚火药 跟卓雄一块去钻林子了 抄子那时不知道有多久没摸枪了 眼下只好用这玩意儿过过影头 男人都爱枪 尤其是当过兵的男人 抄子和卓雄 捏手捏脚地提着土冲 在茂密的林间穿梭着 夜间打猎呢 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很远就能瞧得见猎物 动物的眼睛 在晚上都会发出亮光 在猎人的语言里 也称这种亮为火 当强光照射到猎物时 猎物会转过头来查看 此时强烈刺激的光线 会在短时间内让猎物失明 这个瞬间就是猎人抓住机会 瞄准开枪的最佳时机 抄子和卓雄那都是 久经沙场的老手了 以他俩的伸手在林间穿梭 完全可以做到悄无声息 这大山里唯一有的声音 就是蹲在树叉上 时不时叫唤着的猫头鹰 发出的呼呼声 抄子打猎的方向 是白天走过的那段 下方就是那片枫树林 那儿啊 是打山鸡的最佳地点 两人头上都带着强光矿灯 只要调好了光圈 一道光柱 可以照亮三百米左右的范围 这山里没有雾气 能见度挺好的 隔着很远 抄子就发现了 远处一棵枫树上的枝鸭上 站着一排山鸡 土冲的射程短 要想打中 那几乎就得是站到树底下去 两人捏手捏脚的准备绕过去收拾大餐 这林子里头啊 有数不清的坟包 招那老农的说法 都是他的先祖们 抄子和卓雄猫着腰 在这些坟包中间穿梭着 往前推进了约某五十米左右的时候 抄子突然把身子往下一滴 后面那人立刻心领神会 也跟着隐藏在了一个坟包的后面 离着自己二十米左右的地方 抄子瞧见了一个黑漆漆的影子 在活动着 月光下 那体型看似跟头小牛犊都差不多了 抄子悄悄地挪到了卓雄边上 小声说道 咱列个大的玩玩 小大的 鬼才愿意打鸟呢 这两人是一拍即合 抄子迅速解下腰上的那个火药带 一人分了一阳脚的黑火药 给塞进了枪塘里 压实了火药后 抄子又从兜里摸出了四颗锡条 一人分了两颗 用土冲打大型猎物并不是不可以 只要枪管的质量够好 在压进足够多的黑火药的情况下 配合这种土锡弹是完全可以杀伤的 锡弹就是用锡片手工搓成弹丸 这东西的好处就是被黑火药激发后 能够迅速的升温变红 当它击中猎物的时候 除了贯穿伤之外 还带着巨大的烧伤 所以大型猎物诸如野猪 甚至是熊这样的 一旦被锡弹击中腹部后 也是必死无疑的 缺点呢 那也同样是很明显的 锡密度高 重量大 射程就不会远 弹道同样不好把握 估摸着差不多了 抄子端着土冲 慢慢的就站了起来 突然间 竹熊把头上的矿灯一拧 刷的一阵白光 刹那间就射了出去 只见一只全身漆黑的东西 猛地把脑袋往起一抬 一对绿色的眼睛 瞬间就被矿灯罩住 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抄子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十五米 加上之前的火药 抄子整整地放了两阳角的量 这个当量的火药 在这个距离 已经可以放到一头牛了 砰的一阵火光过后 是刺鼻的浓烟横空而起 枪支巨大的后座力 让这个退伍侦察兵的手腕 几乎都要被震断了 这一枪响的 让扎文兵都皱着眉头 站了起来 顺着枪响的方向 他低声道 怎么弄出了这么大动静来 猝不及防的火药 把抄子的脸大半个都给熏成了黑色 只是猎物呀 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 应声倒地 那对绿色的眼睛 在他扣动扳机的同时 一跃而起 足足腾空了两三米高 这一枪抄子大空了 那东西非但不逃 反而是面向抄子的方向扑来 那速度又是极快 电光火石之间 抄子只好举起枪托 一记横扫过去 那东西啊 却像是能够提前预知一般 在离着它三米远的地方 就已经落地 但抄子这一扫又落空 那个黑影再次腾空而起 看那架势是冲着人的喉咙去的 说时迟那时快 卓雄大喝了一声 等一下 侦察兵的反应 几乎是普通人的好几杯 抄子顺势往下一滴 那东西果然扑空了 不过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人的背后还站着另外一个人 在那东西落下的瞬间 一只黑漆漆的枪管 已经对准了他 碰的又是一枪 卓雄手中的沙喷子几乎都要被炸糖了 他只觉得自己的虎口瞬间就被震裂开了 心里直骂道 超子那个王八蛋 竟然往里头塞了这么多火药 巨大的冲击力让那个黑东西凌空倒飞了出去 扑的一下跌倒在了超子的跟前不远处 但是呢他只是在原地打了一个滚之后 就立刻调转了方向 那飞奔起来的速度啊比箭还要快 等两个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早就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卓雄和超子面面相去 第一枪躲过去如果是巧合 那第二枪就是硬扛了 因为卓雄几乎是顶在他的肚子上开枪的 有什么东西能正面接住两颗膝带啊 而且还混着一把铁纱 按照超子给的火药当亮 这个距离如果是打中人的话 那人的半个脑袋都能给烘没了 两人赶紧过去查看 地上有一滩黑漆漆的血 还有一团带着血的黑色毛发 血迹斑斑点点的撒在了枫树林里头 看路线是往他们的营地方向窜的 超子用手搓了搓那团毛 这种动物的毛他从未见过 便问卓雄大 你看清什么东西了吗 没敢清 但是他那嘴张得是真大呀 血红血红的 那样子真像是吃人的 中枪了 打刀的不为是哪儿 应该是前胸 他是跳过来的 刚好对着我 那就跑不了 被席条烧穿了肺部 还能跑得掉的除非是异性 我们顺着血脊椎 妈的 竟然还想咬老子 不亲手剁了下酒 就对不起手中这杆 保卫祖国和人民的钢枪 连续的两声枪响 让扎文兵彻底坐不住了 那响声极大 不是昨天老农打枪的那种声 他起身准备和大山一起过去看看 才站起来 就看见眼前突然有一个黑色的东西 一闪而过 一眨眼就钻到了里面的林子里头 火队的火烧得红彤彤的 不远处的地上 撒着斑斑点点的血迹 不用说 刚才他们打的应该就是那东西 没一会儿 两个提着枪的猎人 顺着血迹就追过来了 他们急于追寻自己的猎物 甚至都没来得及和扎文兵打招呼 喂 站住 抄子挥舞着手中的吐冲喊道 等会儿再说 妈的 我就不信还能跑 扎文兵脸色一变 力声喝道 我让你站住 抄子和卓雄被这一鹤眼愣住了 扎文兵一向对这种事并不感兴趣 怎么还变起脸来了 打的什么 抄子指着地上的血迹说道 你看清 这不正在追呢吗 重力一枪跑不远的 黑蛇蜊你们也敢打呀 啥东西 扎文兵气得是没话说了 连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你们就打 迟早你得毁在你这种 不知道轻重好歹的性格上 就在那东西一闪而过的时候 那对绿色的眼睛和扎文兵对了个正着 借着火光 扎文兵看清了那个黑色的东西 那个东西呢 有个名字叫做蛇蜊 这东西的形状和猫非常相似 但是呢 却比猫要大得多 体型可以和豹子相比 以狡猾和凶狠著称 这种动物平时呢 极少和人接触 一般都是生活在深山老林里 有经验的猎人遇到了蛇蜊 是绝对会绕着走的 此物报复性极强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我们那儿就发生过一起由蛇蜊造成的血案 上世纪六十年代 我们那儿发生了一次严重的蝗灾 深秋时节 眼瞅着稻子就可以收割了 不想一阵蝗灾过后 田里连稻草都没剩下 刚好那年又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 全国普遍闹饥荒 有钱也买不到粮 粮食短缺后 靠山吃山的农民们挖光了野菜 开始挖树皮 但是那年的冬天呢 也来得格外早 一场大雪过后 山里地里连个带傻的东西都瞧不见了 严重的缺粮让人们无路可走 当时的大队书记组织了村里的猎手 开始进山为列 这是一个不得已的下策 浙溪北是山区 山高灵密 下雪时节呢 就等于封山 因为山路都被积雪覆盖 一脚踏空 那就是死 所以雪线高度超过半山的情况下 是没有人愿意进山的 饥饿迫使人们铤而走险 因为在浙溪北最多的动物 就是野猪 这东西啊 又特别适合在下雪天打 脚印会出卖他们所处的方向 那年的雪下得特别的深 听我爷爷说呀 我们家院子里的雪已经骑大腿深了 参与的围裂的人有很多 有力气的都得去 因为各个村都在打那点东西的主意 野猪是不会有县界的概念的 窜到哪儿就算哪儿 猎人们呢 需要从山脚的八个方向 合力向上包围驱赶 没枪的人呢 负责呐喊 就是不停地冲着山里吼 起到惊吓的作用 一直把猪群锁定在山顶 在河里击杀 也不是每一次的出击 都会有收获 即使有 打来的野猪 一家也只能分个丁点 聊胜于无 因为那场饥荒 那年的死亡率特别的高 几乎每隔几天 就有人家需要出病 不是病死的 就是饿死的 活着的人们 只能盼望着春天的到来 那年头啊 死个人太正常了 找个地儿 挖个坑 埋了也就埋了 谁家能有多的粮食白酒席啊 都是这样草草的 就给解决了 当有人发现 自家刚埋下去不久的坟包被掏开的时候 各种传言就出来了 掏开的坟包都是心下葬的 里面的尸体呢 基本都是被掏空了内脏 因为人实在是太瘦了 身上压根就没肉 只剩下了一把皮包骨 人饿到了一定程度 就会不顾一切了 当用来打猎的猎狗都被宰了吃了 那也就差吃人肉了 于是就开始传言 有人开始吃人肉了 每天都不断地有坟包被掏 本来呢就是闹饥荒 这般下去那人心必定要打乱 那个大队书记参加过抗日战争 后来解放战争的时候负了伤 断了一截手指头 解放后就复原回来做了干部 他这个人啊 性子裂得很 也急得很 为了稳住人心 他就带了一群民兵去守坟窝子 结果呢 还真让他给守到了 原来是一只蛇蜊干的 这西北的山区 一直有一种大猫的传说 见过的人都是在老林子里头看到的 那东西啊 长得一对长长的耳朵 耳朵上呢 还有脚 速度极快 有人见到他扑杀过野猪 那时晚上 雪地里照过去一片残白 几个新的坟包都被雪覆盖着 月光下 一只花斑纹的大猫身后泥土飞溅 三杆火药枪同时响起 最终却还是被他给逃走了 第二天 一场规模空前的围猎行动开始了 目标只指蛇蜊 有蛇蜊活动的地方都是偏远的山林 远比猎猪要难得多 而且这东西啊都是夜间活动 白天隐蔽在林间的石凤山崖间 很难找寻 他们那一次也是顺着血迹的 那只蛇蜊啊被击伤了 他被打中了一条后腿 两天后有人发现了他 那只受伤的蛇蜊躲在了一棵松树上 不是血迹 人们绝对发现不了他的踪迹 也不知道一共开了多少枪 当那只体型巨大的猫被抬下来的时候 泄分的人们剥了他的皮 钉在了人民公社的墙壁上 他的肉被放在了大锅里头烹煮 当天晚上一夜之间 有三户人家的孩子受到了袭击 毫无例外都是被不知名的东西咬断了脖子 第二天又有三户人家被袭 因为有了防范 这一次只有一家遭了毒手 另外一家受伤 成功击退的那一家则是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是亲眼所见 那是一头黑色的大猫 那只大猫破窗而入 郑玉对睡在墙堡里头的父亲张开大嘴 我的爷爷当年是民兵 家里有把汗扬造 爷爷瞅见那猫进了屋 端起枪来就打 那子弹据说是贴着我父亲的头皮而过 把那个他睡的摇篮给打了个对穿 那黑蛇利受到了惊吓 转身就逃 爷爷追出去二里地 都没能够着他的皮毛 第二天大家伙都知道 是那东西的同类来报仇了 村里头的老人说 蛇利是成了精的东西 通人性比黄皮子还聪明 当天我们那一代有孩子的 几乎都抱着孩子逃到了外地的亲戚家 村之书开始带着人围捕那只黑蛇利 几天过去了 蛇利的影子都没瞅见 眼瞅着就要过年了 这事闹到得人心惶惶 哪家的孩子都不敢回来了 这个村之书啊 那也是个狠角色 他想到了个法子 他把自己的亲闺女 从他丈母娘那儿又拿了回来 任凭他老婆哭破了天也不行 当天晚上 他叫了一大帮子人 埋伏在自家的院子里 寒冬腊月的 就把他那个嗷嗷待哺的小闺女 丢在雪地里 让他哭 那孩子都快哭断气的时候 那只黑蛇利终于再次出现了 就围着那闺女转 蛇利是一种非常狡猾的东西 他知道 只要他在孩子的边上 就没人敢开枪 谁都怕伤着人 我爷爷啊 那是急糊涂了 后来想想 他冲着我父亲的那一枪啊 差点亲手要了自己孩子的命 那蛇利就这么跟人耗着 他是来寻仇的 同样 面对已经有四条人命在身的蛇利 人也是不会放过他的 那个村支书到底是干过部队的 满大又心细 他爬上自家的房顶 突然从上面 把那张已经剥了的蛇利皮 往下一扔 那黑蛇利果然上了当 去秀自己的同伴 就在这时一片枪声响起 要说这些个村民 枪法肯定不是好手 但那可是足足二十来条枪啊 什么土冲裂枪 汗阳造 三八大盖 一起搂火 打的那雪地里头是子弹飞箭 就这样的阵时 那只黑蛇利照样叼住了同伴的皮毛 窜了出去 最后人们发现 现场留下了一截黑色的尾巴 那是被打断的 尾巴是猫科动物的平衡器 失去了尾巴的猫就等于是废了 失去了尾巴的蛇利也同样再也没有出来害过人 后来这截尾巴到了马素峰马智人的手里 当时啊 他是用了几瓶好酒才从村支书那换回来的 这东西啊 对于做道士的人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蛇利 但凡是懂阴阳的人见着他啊 都会绕着走 此物性邪 同灵 尤其是黑色蛇利 那简直是成了精的 蛇利的牙齿又是辟邪的好东西 他甚至可以跟雷吉早木相媲美 用它做装饰挂在小孩的脖子上 可以防惊吓 但是呢 黑色蛇利的尾巴却有另外一种用途 马真人用它来见鬼 蛇利在道士的眼里也被称为幽灵之祖 他比最邪门的黑猫还要邪 这东西啊 有一个最臭名昭著的癖好 那就是掏坟窝子 很多人以为 那年蛇利下山来吃死人肉是饿了 那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山里头的东西只要是活的 那都是蛇利的食物 天上飞的鸟 地上跑的兔子 只要他想抓 蛇利都可以抓得住 所以他不缺食物 蛇利呢 是有吃死人肉的习惯的 跟蛇利最好的搭档是谁呢 就是盗墓贼 盗墓贼可以说跟蛇利是属于典型的狼狈为奸 最早发现蛇利会掏坟窝子的 据说是一个叫做张大麻子的河南人 此人是北宋年间的 少年时进山砍柴 见了一只小猫的幼崽 那只猫被他捡回了之后呢 就当做宠物养 那猫的体型是越来越大 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只蛇利 因为养出了感情 就一直没扔 留在身边作伴 他养的那只蛇利有一个习惯 老喜欢在他家的院子后面刨土 张大麻子每天早上起来 都要把他刨的那个坑重新填上 但是第二天呢 又会被重新刨开 如此反复之后 张大麻子觉得奇怪 索性就拿了个锄头也去刨 刨到深处才发现 那是一座汉代古墓 里头的宝贝啊 多得数都数不清 他以为这是蛇利在对他报恩 却不想 在他打开那口主棺材之后 那只蛇利立刻就跳了进去 对里头的尸骸大肆啃咬 吃的是津津有味 张大麻子有了钱 发现盗墓是个发财的好行的 他养的那只蛇利会找墓 于是乎这一人一猫是一拍即合 一个负责探坑 一个负责开关 王大麻子呢 只管拿里头的陪葬品 只要把那尸骨留给那只蛇利便好 几年之后 张大麻子就发了财了 带着一票兄弟专门干盗墓的行的 成了当地远近有名的盗墓头头 北宋末年 天下大乱 张大麻子带着那只蛇利开始东奔西走 躲避兵荒 最后逃到了江苏巨戎 他在此处隐姓埋名的安顿了下来之后 又准备继续干那个勾当 苏南子谷乃是附属之地 地下埋了不知道多少的金银财宝 凭借那只蛇利的本领 张大麻子准备大干一番 张大麻子的到来 搅的当地是人心惶惶 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呢 就会有人看到某处地方有棺果暴露 不光墓室里被洗劫一空 就连尸骨都被啃尸干净 哪有人盗墓还吃尸体的呀 于是就有传言说是妖物作祟 巨戎有一座山 名唤作茅山 茅山早在五千多年前 据说就有高人在此修道 山中遍布道观 茅山一带出现妖物 那是不会被容忍的 很快就有人去茅山求助 当时呢 茅山上青派掌门叫做云雅子 人称滴水道人 他听闻巨戎有妖孽作祟 随即带着两名弟子下山查看 水滴道人当时找到了张大麻子 起先张大麻子失口否认 后众人进屋 强行搜索找到了一堆脏物 却唯独不见那只黑蛇蜊 后来张大麻子被官府判了急刑 砍了脑袋之后 尸首还是上青派的道士去处理的 过了不多久 有人就发现 张大麻子的坟也被掏了 他的尸骨被啃尸一空 而凶手就是那只他亲手养的黑蛇蜊 每逢农历十五 必定会有坟被掏 众人又去找滴水道人 滴水道人算出那只黑蛇蜊 已经长惊了 便决心要除掉此害 茅山有一种法术 可以让人假死七天 滴水道人便在算好了日子之后 给自己立了一座新坟 用草席捆扎之后 埋进了黄土 那一日 果然黑蛇蜊来掏他的坟窝子了 滴水道人掀在那坟窝子里头 埋了一层带稻刺的铁钩 那黑蛇蜊呢 用爪子掏土的时候 果然被扎 一吃痛 一收爪 反倒被那稻刺钩给勾住了 钩子的另外一头 是困在一个木塞上的 木塞塞住的是 一个小瓶 绳子一收紧就拉开了木塞 瓶子里头的解药瞬间释放 让滴水道人醒了过来 滴水道人醒过来之后 扑吐而出 一箭斩下 不想只斩断了他的一根尾巴 失去了尾巴的蛇蜊 也就失去了灵性 逃之遥遥之后 再也没有出来害人 而那条尾巴呢 被滴水道人拿回去后 配出了一种香 献魂香 蛇蜊是幽灵中的幽灵 来去无影 吃人尸骨 体内多利器 这些利器又都存在 他那根长长的尾巴上 用他的尾巴晒干后 磨成粉 制成香 点燃后 会有一股难闻之极的恶臭 这种恶臭啊 常人是受不了的 但散发出来的烟雾 便是利器 因为蛇蜊 常食人 利器之大 甚至超过了妖魔鬼怪 在这种利器的压迫下 一般的恶鬼都会现出原形 正所谓 愣得怕横的 横的怕不要命的 鬼也有凶恶之分 蛇利的凶 早就超过了一般的恶鬼 用这招 就是以毒攻毒 以邪可邪 献魂香是专刻恶鬼的一种法器 恶鬼在香物中显形后 会被这种利器所压倒 并不能动态 只是用料 极为苛刻 需要食人肉的黑色奢利的尾巴 才能治 道教贵为正派 自然不会养这种邪物 食人肉取材 所以呢 献魂香虽有记载 但成品寥寥无几 茅山道馆中 原本有滴水道人所创的三根献魂香 为其后人用掉其一 其二供奉在金坛之上 上世纪三十年代 日寇进犯茅山 烧杀抢夺一番后 三香还剩一枚 但就这仅存的一枚 却又在三十年后 毁在了自己人手里 文革期间 茅山道馆受到冲击 神像被砸 金坛被毁 道士被下放 典籍被焚烧 无数道家瑰宝 毁于一旦 马素风也正是那个时候 得到了一本从民间流传出来的残本 据说是一个信奉道教的红卫兵 从道馆里偷偷留下来的 这本残本里恰好记载了 现魂香的制作方法 其中对黑色蛇蜊有记载 马真人依照文中所记载的方法 尝试制香 一根蛇蜊的尾巴 总共制出了两枚香 其中一枚被它用作验证 还有一枚则得以保存 传到扎文斌的手里呢 也一直没舍得用 细细地收起来当作宝贝 这样一来 朝子总算是明白 扎文斌为何让他站住 看来那东西果真是成了精的 不过听闻那东西的尾巴如此珍贵 他便说道 既然它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你拿回去多做两根香 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你以为那东西那么好得呀 啊 两代宗师赔上了几条人命才弄到的 难道你愿意拿我们这里谁的命去换一根尾巴 鞋的东西总是会在鞋的地方出没 这地方看来八成也是个邪门的地儿 我们过夜得小心了 抄子拍了拍手中的吐冲说道 你说的那个滴水大师是因为他手里没枪 那个村支书也是个棒锤 二十多条枪都放空 我们已经打中他了 而且是胸部被膝条烧穿了的 别说是个大猫 就算是头牛也必死无疑 哼 说了你也别不信 人说猫有九条命 但是蛇猎呢 有八十一条 真被打穿了肺 他还能见不如飞 抄子转头看着卓熊问道 瞎子 你瞅准了没有 到底是不是肺 卓熊回忆了片刻 那一枪是打在电光火石之间 距离近到了正常速度 根本无法躲闪 几乎是顶在他的胸口的 应该不会错 除非他的速度真的比我的眼睛还要快 比你眼睛快的东西不是没有 你们是在哪看到的 抄子指了指远处说道 前面那片坟地里 带我过去看看 那块坟地啊 就是昨天打野猪的地方 顺着血迹 抄子很快就锁定了位置 地面上一个坟包 已经被掏了大半了 妈的 那东西还真是来挖死尸的 这都死了不知道几百上千年了 还能有东西给他吃吗 扎文斌用脚踩了踩 那个已经刨开了的土堆 又蹲下去 用手指沾了一点土 放在鼻子下面嗅了嗅 土壤是红色的 带着一丝血腥味 但那可以肯定 绝对不是那只蛇利的血 因为它不是在那儿被打中的 这种心里还泛着一股酸 把冷姑娘叫来 顺便弄两把铲子来 抄子心想 难道扎文斌要学张大麻子盗墓 好家伙 现学现用啊 有前途啊 真要能说服扎文斌去盗墓 那还不得跟着发了呀 以他对风水的了解 弄几个帝王灵 那也是有可能的呀 抄子的脸上顿时出现了一抹银笑 连忙问道 你要干嘛 扎文斌抬头看看天空 一轮满玉正在当空 今天是农历十五 远处有几朵黑云正在朝这个方向压来 他吩咐道 叫冷姑娘来 是让他做个考古标记 拿铲子自然是挖开这里 别问那么多 抄子去拿了把弓冰铲 挖坑的活只需要交给大山即可 他一个人可以顶三个人用 挖出来的坑土先前都是红色的 到了后来颜色开始逐渐变暗 慢慢的就成了褐色 那气味也是越来越难闻 腥臭之气叫人舞鼻都无法逃脱 土壤的颜色变化 让扎文斌的心情格外的紧张 抄子也同样 他已经给土冲上好了火药 这种变化他曾经经历过 很多年前 抄子刚从部队转业的时候 参加了一次野外考古 那是在河北苍州的一个北京交界的地方 当地的农民在自家院子里打井 可是井里出来的水都是红色的 那个农民最后用水桶在井里打出了一块马凳 后来经过鉴定 那是一块来自于元朝的蒙古贵族马凳 元朝的墓葬被发现是极其难得的 因为历朝历代的墓葬里头 元代墓葬以其埋葬地 无可寻踪迹出名 蒙古人讲究将坟地万马踏平 不留任何表面建筑 也不像汉人那样讲究风水 所以能找到元代贵族墓 一直都是每一位考古工作者的梦想 抄子是作为实习生去的 当时抽掉了好几个省份的考古精英 集中发觉 因为被打穿了地下水层 当局怕墓市净水引起塌陷 所以要求进度得快 两台抽水机源源不断地把红色水从井中往外抽 两天三夜过后水井空了 这个深达15米的水井 就是下去的第一步 当时下井的第一人 是北京考古研究所的一位副科级干部 人呢也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 打过老山战役 身体素质那是没话说 下去不到五分钟 井边上的绳子开始一阵乱动 接着大家就听到 下面传来了惨烈的叫声 七手八脚地把绳子拉起来 一看人的脖子处只剩下的一点皮还流着 伤口处满是乌黑的撕裂口 参加那次行动的队伍里头 有一个人是懂点门道的 他的父亲曾是龙虎山的道士 抗日战争的时候呢 参了军 他说伤口是被脏东西咬的 人下去不得 这种红土有一个名字叫做红脸脏 是一种失传已久的脏法 人死之后 用朱砂混合人血将死尸素裹成泥包在里面 远古的人们认为红色象征着生命 血是红色的 火是红色的 血的流失停滞 火的熄灭意味着生命的终结 活着的人需要血和火的支持 死去的人呢 也需要血和火的补给 死者在这样的脸脏环境中 将虽死犹生 灵魂不灭 这种脏法可以追溯到最早的夏商周三代 甚至更早 只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各国流行后脏和水银风湿 红脸脏也就逐渐消失了 知道这种葬法的人也就随之没有了 因为出了人命 这件事呢就被列为高度保密的事件 抄子这种实习生自然也就被剥夺了参与的资格 只是后来他听说呀 那一次的行动造成的人员伤亡 远远不止一个 其中的资料恐怕已经归为密档 永远的存在于某个特殊部门的保险柜里了 本集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